古代有一种用药材做的胡法胭脂 还有一种从青鱼头裤中取出来的宝石 我想用它们复刻宋代妆容鱼妹子 先来做这种胡法胭脂 材料就是红兰花 它还是一种药材 以前人们用来治疗给它损伤 而且它还有一点美容养颜的作用 先用清水淘洗 再把水分挤干 放到石旧里等慢 红兰花里其实还有很多的黄色 把它捣碎之后加入白色螺蟹 就可以更喜欢红花的红枝 这个过程就会喜欢 这些黄色螺蟹继续用醋淘洗 这个过程需要反复10日子 遇到水清一致 经过喜欢的红兰花 淀开 慢慢晾干一夜 现在来烧草木灰 草木灰是纯天然的茧 可以用它吸出花瓣里剩下的红色 使用开水冲泡草木灰 第一道和第二道的水温度太高 不适用 要再淋一点 第三道淋出来的汁 紧性平和 可以使颜色鲜明 洗过风干的红兰花 倒入草木灰水 浸泡一夜 花瓣竟会肉眼可见的偏黄 因为它里面的红色 已经全部随草木灰吸出 进泉水浸泡的红兰花水 现在偏黄 不过没关系 只需要加入棉芋汁 进行三中粉 它就会变成红色了 加入珍珠粉和凉蜜粉 搅合搅合 搅拌均匀后 浸泡它沉淀一碗 倒下表面浮水 浸泡水 浸泡沫泡入沙堆 挂起来阴干 银干的粉团子 再用刀削上薄片 古代的腌制 相当于现在的腮红 因为古法腌制费时费力 后来大家慢慢都用腮红了 其实腌制的立地感是更好的 涂上去仿佛两颊 自然透出的红韵 就像天然的好气色 小粉快筛干后 继续碾碎 过筛 五代夫人小姐们 同款的红兰花腌制 就做好了 现在来看看鱼妹子怎么做 纵使中提到 妇人俊俭黑光纸团艳 入装鲁鱼塞中骨 好鱼妹子已失眠 鲁鱼塞中骨 我想起来了 就是鬼吹灯中 在龙岭迷窟里 用的那块鲸鱼石 青鱼头中 那块最坚硬的鱼骨 有银肩传闻 可屈胸壁鞋 防小孩惊吓 因其那浮那露制作用 勿佑鸣鱼金石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 鲸鱼洗漆螺丝 这不但让它 肉质紧实Q弹 还因为需要碾碎螺丝的外壳 让这块鱼骨质地 极为坚硬 干透后 坚硬如实 精盈剧透 对其一稍加打磨 油人浸泡之后 甚至能呈现出 多宝光纸 无脆似玉 最后条金漆 画芙蓉花 黑光纸团艳 这些准备好 就可以来复刻 送带的鱼妹子了 宋妆大斗卷约 强调自然的肤色 和气质的提升 以无妆甚有妆 这与毛哥平的化妆理念 不谋而合 这款腮红 同样仗为东方人定制 叠图强化立体感 让皮肤 如同自身透出的细腻感 画出油内而外的 天生好气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